加盟到球队之后的话 已经为球队奉献了两力进球 这时候的话 随着主赛办张欣宇的一声哨响 比赛的上半场是已经正式开始了 凉不凉的位置还稍微靠前了 对 卡拉斯做给队友 个人能力 这球就属于个人能力 因为这比较危险 是你素着好 还是他自己解决问题能力还可以 对 特利亚让了一下 看这道球传的怎么样 传的不错 好球啊 两个人啊 估计私下关系非常不错 克雷亚和孙皓宇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不应该有太多联系 但这场比赛频繁的 来来回回 好球啊 尤其是右脚赶上去打的话 效果会好一些 这球不越位啊 对吧 对 力量去弥补 高大伦自己直接打 我的天 这脚球 这脚球啊 下坠的真是不错 这黄紫豪啊 作为这位年轻的人将 他在面对高大伦 他是打E位 对 对吧 对宽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哎呦 有力进攻 自己来了 杨明杨是出生在瑞士 爸爸是一个学生 这么远的距离 还是要选择赦门 帕塔伦这小伙子 这左 数量的脚球定位球 罚的还是应该再高一点 可厉啊 这传球传的还可以 杨明杨自己去打 漂亮 哎呦 这脚球啊 这不是中甲水准的 也不是中超水准 可能还再高一个水准 就是他这脚一起来 当时就感觉是出界了 但是无限滑回来了 脚下的感觉很好 脚内侧兜的这一下 比赛再继续 飞玉往右边转 又到了宋浩宇 他的传中时间 这球给的还可以 乱战 打 球进了2比0 这球我特想知道 宋浩宇是有意这么传的 因为感觉他就是低着头 这俩是有点不公平 就是他们有队员受伤 我们来看 这低着头 踩个单车 给 踩的这一下跟上去 杨不杨第一下 要的传中小主 他是想要这边的右后位 0比2落后 冲一冲 冲一冲 他有一个体能差 机会 他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球员 据说李锐当时是拒绝了 男同敢带着球 被你的前面先推 说你不强我 我就带着你带 再传 好球 高空轰炸 查加斯来了 等了一场 这比赛没有悬念了 亮剑了 还了一整场了 这球本身还有点没跟上 船高点 这球我们先不说 家主我们不说宋浩宇的船 和查加斯的包抄 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再聊回之前 打有第三个人的移动才可以 这次到进区一个节奏换过来 你回座前面的封建队有集体越位 又得回撤 看看高点 同球 扳回一球 然后你再传球的时候 我们看再传球的时候 看梅西宝利 他的包抄 他是藏在对方的中后卫身后 这球传起来 我啪 往前一绕 这是聪明的 这个成绩还是比较理想 台湾吹响了 这场比赛结束的哨声